好 那接下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你会说 老师你只有选一格 这一格叫订单二 点到它 它也叫订单二 它现在所指的这个表格 你游标所在整个这个表格里面的任何一格 然后都可以定义表格名称 好 所以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 定义好表格名称之后 你还要知道选择的方式 各位 各位应该还知道就是说 ABC这是栏位名称 这是栏位名称 但是现在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卷轴稍微往下移动 你的ABC就不见了 因为那个在我的表格里面 ABC根本是没意义的 我有意义的标题名称是这个 行ID 定单ID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当你点到A 它所指的是A1到A100万 一直到最下面 还要在下面都有被选到 可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现在游标这个行ID 有看到吗 好 我还是拉到最上面 如果你现在选不是选A哦 是选行ID跟A之间 好 点一下 行ID跟A之间 点一下 你就可以选到整个所有的行ID栏 我们看一下 有看到吗 好 所以这个选法 你一定要会 记住 记住 等一下我就是用这种概念 来去撰写 函事 来写一下 周 还记得吗 星期几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客户啊 星期几下订单是比较少的 我们来决定 我们来决定什么 那个 公休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设星期几 我就直接输入等于 来请跟着 一定要照住哦 游标移到U2 然后输入W W1 好 然后方丈键往下移动 Tab键 接下来你要会选 选什么 Serial Number 拉到最左边 去选什么 去选订单日期 就是订单日期跟C中间 如果你选到C不对 你选到这个C不对 你要选订单日期跟C中间 好 它会变成那个细细的 而且填满的往下箭头 点一下 然后请你仔细看 这个叫订单日期 这个叫订单日期 好 当然它所指的是相对应的 以前我们称为叫C2储存格 好 但是它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订单日期 array一个订单日期 正列 这是第0个订单日期 这是第1个订单日期 第2个订单日期 好了 接下来我的Serial Number 设好之后 逗号 然后输入2 对不对 2 又刮糊 请仔细看 请仔细看 请仔细看这边哦 我现在是不是做完了 我是不是要让Eserial知道 我做完了 直接按一下英课 它全部都帮我算完了 我是不是要去做复制这件事 答案是不需要 好了 好这件事情要多做几次 所以我们这次新期 来把蓝1改成新期 我们再来去写几个函数 就是记不记得那天 我们有讲到那个年跟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自己来写 来写那个年跟月 所以 这一格是年 所以V1请输入 年 那这一格V2 这一格储存格 我就要直接写这个公式 等于Y1 等于Y1 年 年的英文的拼法 就是Y1 A R 然后 TAB键 因为Y1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要的Ear 好 TAB键 然后 卷轴 一样拉到最左边 然后去找什么 去找这个订单日期 要选对哦 不是选C2 这一格 而是订单日期跟C 中间那条线 好 点下去 记得右挂弧 Enter 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因为 我是用那个 资料表格的观念 所以我设好一格 我就全部都设好了 好 当然 还有一个月 然后 接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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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月的做法 是不是就是 等于 M ON 对 当你打了MO 它会出现好多 因为MO开头的函数还不少 好 所以我就打三个字 M ON 因为Mon 然后 TAB键 这时候一样 卷轴拉到最左边 然后 点选这个订单日期 右挂弧 Enter 好 以资料它有一个 就是 特色 就是说 我有订单资料表 请问 会不会有 退货资料表 会啊 可是 你 怎么样可以把 退货资料表 跟订单资料表 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这是 Essal 那个 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 我们 必须要学会 做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 就要来试着 做做看 这件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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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